王永庆四房子女呢 这个罗家三姐弟为了要认阻归宗 真的是费尽了心力 昨天再次到高院出庭 王家律师提出来 姐弟三个人呢 早被这个继父给收养啊 才要来和解 不过呢对方不答应 那么现在呢三个人都不承认收养 就是想要保住法律上面 可以继承这个王家产 这个继承权的权利 罗文元三姐弟为了认阻归宗 一再出庭 一审时法官确认 他们和王永庆的亲子关系 依法各可以分得遗产约十亿元 不过王家子女坚持提出上诉 能不能分到财产 就看罗家姐弟当初和继父 有无收养关系 我们非常有耐心 因为这个事情 我认为就是应该要 平平顺顺的解决 所以我们会很有耐心的 双方17号出庭时 王家律师表示 罗文元姐弟都在七岁前 被继父罗景奇收养 长期接受继父经济上照顾 确实是收养关系 不过罗文元反驳 从小除了生活基本开销 其他额外花费 肌肤都要他们去找爸爸拿钱 就连他结婚也是自己出钱 否认有被收养 为什么三姐弟坚持不承认被收养 因为小孩如果被收养 和生父母就只剩血缘上关系 在法律上关系就被切断 因此只能继承养父母财产 而不能继承生父母财产 罗家三姐弟若被收养 将失去约30亿财产 17号开庭结束 王家和罗家三姐弟和解破局 因为王家律师坚持要 他们先承认被收养 再谈和解 高院因此裁定 下个月7号再次开庭 这期间也将对罗家的生活状况 进行了解 中间新闻台北众好报道